各位你們好,我是林楚谷 今日《世界各宗教漫談》這個節目的第11集 題目就是多瑪福音 多瑪福音是耶穌十二門徒裡的其中一門徒多瑪 他記錄耶穌說話的福音 而多瑪福音記載的是耶穌基督最原始的說話 在基督教會早期即是大約西元後的五十年已經有流傳 但一直以來這個經所僅存的 只是在二十世紀初所發現的希臘文《日本》 而且只是極小部分的斷卷殘篇 根本無法從這些斷卷殘篇裡充分了解耶穌說話的內容 到了1945年 有幾個埃及的農夫 在埃及的納格哈馬地 哈馬地 這個地方 掘出一個密封的圖瓶 這些農夫打開圖瓶時 看到一樓金光從瓶中走出來 一些學者解釋 這樓金光的出現 可能是由於內藏的經卷裡 塗上了薄金所造成 而瓶中所藏的是多馬福音 而且是完整的版本 經文是用早期基督教時代在埃及的常用語 即是阿普特語 Goptic 寫成的 Goptic 寫成的 這個完整版本的發現 令到學者 可以肯定 在基督教會早期 確實有多馬福音的流傳 多馬福音 和其他福音書一樣 都沒有被列入現傳的《新約聖經》 現傳的《新約聖經》 只得四部福音 就是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 但其實 在耶穌死後的兩百年裡 流傳的福音是不止這四部的 但是 所有這些福音都沒有被列入《新約聖經》 的 裡面去的 主要由於這裡 裡面很多的福音書 都視為是真知派的經卷 真知派在正統的基督教會 即是羅馬的國教 在公元313年 當基督宗教成為羅馬國教之後 真知派被奉為二端 故此這些福音 長期以來都不會受到正統教會的重視 而直至到今日現代 在教會以外的客觀聖經學者 才有興趣研究 這些四福音以外的其他福音書 但可惜這些福音書大部分的經卷 都不是完整的版本 要真實了解這些福音書完整的來量 只能斷斷續續知道一些意思 故此 在1945年發言的多馬福音 這個多馬福音的完整版本 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 考古學的發言 應該是基督宗教信仰的貴寶 但正統的基督教會 他對此也不太重視 只是有客觀的學者才會去研究 和重視 多馬福音 是由耶穌門徒多馬 將耶穌說話分成114節紀錄下來的 這純粹是紀錄耶穌說話 沒有任何年份或事跡在內 而多馬福音裡 耶穌說話 與現傳的四福音 其實是沒有任何矛盾或抵觸之處 而且很多章節在四福音裡 都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也有部分章節在四福音裡 沒有出現過 這些耶穌說話 可以視為耶穌教導的進階 因為這些說話更具靈性智慧 與遠古東西方古文明相吻合 在多馬福音裡 耶穌說話的重點是強調認識自己 即是發現每個人內在的神聖 人應該是重視自己內在的神聖 而不是外表的身體 以及個眼雲煙的世界 這就是多馬福音想要帶出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我會把多馬福音的章節在這裡跟大家解說 我會列出某部分章節和略略的解釋 首先是多馬福音第一至第三節 多馬福音是這樣記載的 第一節就是耶穌說 誰發現這些教訓的意義 便不會常到死亡 在這裡耶穌所知的死亡 是指精神上的死亡 第二節耶穌說 耶穌說 一個人要不斷尋求 直至尋見 若他尋見 他將遭禍還 若他遭禍還 他將驚奇事物的奇妙 並將統治 萬事萬物 耶穌在這裡說出 尋道的歷程 是不會一帆風順 故此在尋道歷程當中 很多時候都會遭遇禍患 但是當他不放棄 是繼續去尋找的時候 他一定可以達到的 就好像耶穌在四福音也說過 凡是 叩門的門一定會開的 尋找的一定會尋見的 但是可能在當中的歷程 會有挫折也不頂的 但是當他得到的時候 他就會達到 心靈海闊天空的境界 在這種境界之下 耶穌如何形容呢? 他將驚奇事物的奇妙 並將統治萬事萬物 這是指 心靈已經超然於物外 不再被世間的人事物所控制 故此 他就是精神上真正的主人 而不是世界 物質或人事物的奴隸 不會受到這些左右 第三節 耶穌這樣說 耶穌說 若引導你們的人對你們說 看 天國就在天上 這樣天空中的飛鳥 便給你們休成 若他們對你們說 就在海裡 這樣 如而便給你們休成 事實上 天國在你們之外 也在你們之內 若你認識自己 你也會被認識 你將明白你是活生生的父的孩子 但若你不認識自己 你便活在貧乏中 你就是貧乏 宗教與靈性的真體 其實在乎 認識自己 古希臘哲學家 蘇格拉底 西元前470年至399年 古希臘哲學家 蘇格拉底教導的重點 就是認識自己 就是真實的精神自我 蘇格拉底到今天仍然受到我們推崇 而蘇格拉底與同時代的人 不同的地方就是 蘇格拉底不再對外在的世界性質 作一些無謂的思辨 而是反攻自問 能否找到內在的終極實在 曾經有記載蘇格拉底的事跡 有一個人去到阿波羅神殿 去問阿波羅神 究竟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一個人 比蘇格拉底更具智慧 阿波羅神殿的答覆就是沒有 而蘇格拉底知道這個答覆之後 解釋 因為他知道 承認自己無知 由於他承認自己無知 所以他是一個具智慧的人 與蘇格拉底差不多時代的佛陀 大約西元前五百年 也強調 人需要作出內在的探索 佛陀不再談論神 不再談論宇宙的創造 他只希望為人類尋求解脫 人生痛苦的解脫之道 佛陀認為這需要達到內在的醒覺狀態 故之佛陀 佛陀的意思就是覺醒者 成佛 就是要達到覺醒的狀態 佛教認為人人都有佛聖 都可以成佛 而這個佛聖就是我們內在的神聖 也都是耶穌所說的 也都是耶穌所說的 你要認識你自己內在的神聖 而面對佛教衝擊 印度教的改革家 雙揭羅 公元後788年至820年 雙揭羅 對雙揭羅推崇 他認為他是屬於世界上 堪稱世界上其中一個偉大的哲學家 而雙揭羅 他是一改印度教崇拜神靈的主流 他強調我們每個人內在 存在著一個永恆的靈 永恆的真正的我 這個在凡文稱為 Atma 這個就是我們每個人內在的神聖 只要我們能夠發現 這個內在的神聖 這個Atma 認識我們本來的真面目 這個人就可以得到人生解脫之道 雙揭羅所提出的道理 和耶穌說 天國就在我們心中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而耶穌在這裏 進一步揭示 天國 除了在我們之內 亦都在我們之外 所以 我們不需要去爭辯 究竟 我們這個神聖 究竟在人之內 還是在人之外 因為無論是外內 這個神聖 都是存在 在多瑪福音裏 耶穌有很多處的經文 都強調 我們要認識自己 反而沒有一節經文 是看到任何悔改贖罪的教條 可以見到耶穌原初的說話 其實是更具智慧的 在當時代的人 一般人其實是難以理解的 在多瑪福音的第十節 在多瑪福音的第十節 耶穌說 那些說話是怎樣呢 我讀給大家聽 耶穌說 我以把火 我淹在這世界上 我淹在這世界上 我正在看守著 直至這火燃燒 發出火焰 在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在新約聖經的四福音裡 在地上 我虧多摩設望它已經燃燒起來 有趣的是 在西元前的一千年 在古波斯 即今日的伊朗 誕生的索羅阿斯德教 有崇拜聖火的教義 聖火代表光明 要不斷燃燒 照耀世界 驅逐黑暗 故此 古波斯天教 又稱為拜火教 而這個教的創始人 索羅阿斯德 就是古波斯第一位先知 索羅阿斯德曾經預言 將來會有救世主降世 將光明帶給人間 戰勝黑暗和邪惡 而耶穌在這裏 將自己比喻為火 就好像呼應了索羅阿斯德教 的預言和教導一樣 而四福音裡 耶穌同樣有這個比喻 故此 故此在古波斯天教裡 甚至有耶穌 傳聖火的故事 故此索羅阿斯德教 其實與基督宗教 在很早的時候 都有融合到 耶穌傳聖火的故事 就是這樣說的 有三個索羅阿斯德教的祭司 稱為麻角 麻角就是指索羅阿斯德教的祭司 去拜見耶穌 耶穌給了一塊石頭 意思是要他們堅信 基督的信念 就像石頭一樣 但是這三個麻角 就不理解 就把石頭丟到井裡 石頭剛一落下 忽然天上降下烈火 熊熊燃燒 這三個麻角很害怕 相信這是耶穌顯靈 於是就把火種帶回去 他們的火廟 那裏 你看到這個故事 你不能夠知道 真還是假 可能是一個想像的故事 但是 帶給我們的訊息 就很清楚看到 索羅阿斯德教 和基督宗教 在最早期的時候 他們曾經有 互相的包容 和互相吸收 因而 他把耶穌 吸納到自己的教義裡 認為 這個聖火 耶穌曾經傳給他們 在多瑪福第十八節 是這樣的記載 那些門徒問耶穌說 告訴我們 我們的終結會怎樣 耶穌說 你們是否已發現了開端 故此要尋求終結 因為開端在那裡 終結也在那裡 那些立在開端的 有福了 他將知道終結 他將償不到死亡 如果人類反回原初純結的本性 正如《道德經》所說 得到人 就像剛剛出生的嬰兒一樣 充滿生命力 無所謂邪惡 人的開端 就是生命的最理想狀態 如果人能夠停留在這個開端裡 他就看不到死亡了 這就是耶穌在這裡所表達的意思 而在《古蘭經》7章29至28節裡 真主叫人類要反本還原 回復人類始祖 阿當夏娃未吃禁果前的狀態 即是只有純良的本性 不知到邪惡為何物 古蘭經其實也是講出同一個道理 真主希望人類回到自己原初純結的狀態 而除了當晚福音之外 在其他未被列入四福音的福音書裡 其中一個就是馬利亞福音 馬利亞福音相信是 耶穌一個女信徒馬利亞所記載的 馬利亞福音曾經有一段說話 跟這裡所說 叫你回到最原初的狀態 是很相似的 我讀給大家聽 救主說 也就是耶穌說 所有天然之物 所有受造原則 以及所有受造物 他們再一起彼此包容 他們彼此相互依存 然而他們將要化為塵土 返回到他們原本的根源 因為 這物質的自然之道 就是要分解消散 返回到他天然的本質 任何人有意的 願他聽罷 比特對他說 即是對耶穌說 比特就是十二面門頭中其中之一 既然你已向我們說明了許多的事 那麽也為我們說明一下,甚麽是這世界的罪惡呢? 救主說:「沒有罪惡存在,然而是你們製造了罪惡, 當你們偽造自然,成為淫亂、敗壞的情況,他們稱它為罪惡。 因此,這自善已來到你們中間,它將要恢復每樣天然之物,回歸到它的根源。 在這裏看到,耶穌指每樣事物,當它回歸到它的根源,就無所謂邪惡。 而在瑪利亞福音裏,耶穌這個說話其實與廢陀經奧爾書印度的哲理更接近。 因為所有的事物,所有物質的事物,當歸入大凡的時候,一切就會在大凡中重新開始過。 所以你看到瑪利亞福音,它所表達的深層次的意思, 要表達深層次的意思,與瑪利亞福音的多瑪福音都相似。 然後我再介紹多瑪福音其他章節,就是多瑪福音的第29節。 我讀給大家聽,耶穌說,若肉身是為了靈而來到,這是奇妙。 但我更驚奇的是,如此巨大的財富,如何居住在貧窮裡。 耶穌說,肉身是為了靈而來到,就是指那些生下來是為了追求靈性昇華的人。 而靈是為了肉身而來到,這是指耶穌自己。 他來到世間就是要引渡眾生。 耶穌有巨大的精神財富,但他就要居住在精神貧困的世間。 在多瑪福音第44章,耶穌這樣記載, 耶穌說,誰若蝕俗父親,都會得到歡恕。 誰若蝕俗兒子,都會得到歡恕。 誰若蝕俗聖靈,無論在地上或天上,都得不到歡恕。 這段說話,在《新約聖經》裡也有相似的說話。 大家可以參觀《馬太福音》12章31-33節, 《馬賀福音》3章28-29節, 《路加福音》12章10節。 在這裡可以看到,耶穌對聖靈的看重比天父和自己更深。 這個看起來是有點難以理解的。 但如果我們知道聖靈就是耶穌的母親, 我們就會知道聖靈與耶穌的關係很密切。 這個可以有助我們理解耶穌這段說話。 耶穌與聖靈的關係如何密切呢? 在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中,經常提到墨爾賢之子以撒。 墨爾賢之子以撒的意思是馬利亞之子耶穌。 墨爾賢是指馬利亞, 而以撒是指耶穌。 而以撒這個字, 在凡文中, 伊撒這個字是代表主的意思。 你看到《古蘭經》對耶穌的推崇是非常高的。 但是《古蘭經》提到耶穌是不會單獨提他, 一定每次都說墨爾賢之子以撒。 在《新約聖經》中, 很少提到耶穌的爸爸約失。 而在《古蘭經》中, 從來都沒有提過約失。 好像耶穌只有媽媽而沒有父親一樣。 《古蘭經》中, 珍珠多次說, 他以元寧來輔助以撒。 元寧就是聖靈。 《古蘭經》中, 兩章87節說, 珍珠多次說, 我把許多名證賜給, 墨爾賢之子以撒, 並以元寧輔助他。 這段說話其實在《古蘭經》中, 是經常出現的經文。 那你可以明白為何天主教一直以來的傳統, 耶穌與他媽媽, 馬里亞的關係很密切。 而且天主教從來都不放棄對聖母的崇拜。 因為耶穌真正的媽媽, 其實就是聖靈。 但是耶穌為何會與聖靈的關係這麼密切呢? 因為耶穌所說的教導, 是要人是內在, 發現內在的自己, 內在的真我, 而這個真我就是內在的神聖, 就是我們的聖靈。 我再去思索這段說話, 我就發現, 天父和兒子都是屬於外在的神聖, 可以說是永恆獨一主宰兩個不同的面相。 而聖靈就是我們內在的神聖, 即是永恆獨一的主宰, 這個上帝在我們心中。 如果人是否認外在的信仰, 即是他竊逐天父, 竊逐兒子, 竊逐外在的宗教, 外在的信仰, 這個在神的心中, 在神的角度中, 神都會寬恕這個人。 但是如果他竊逐內在的良知善性, 他竊逐自己內在的神聖, 他否認內在的良知善性, 這個永遠都不會得到宇宙獨一主宰, 這個神的寬恕和射免。 即是一個人如果他良知善性滅盡的話, 他就不會得到任何的救贖和射免。 但是如果他對外在的宗教, 仍然存有否定, 甚至乎有接觸的態度, 在上帝的心中, 都會得到射免。 古蘭經經常強調, 這個真主是最仁慈、 最射免、 最寬恕的。 沒有一個人寬恕的力量, 是比阿拉這個真主更加大。 這就是耶穌這樣說的。 為什麼竊逐聖靈, 永遠都不得到寬恕呢? 因為你已經沒有了良知善性。 然後我再說多瑪福音的另一章, 105節。 耶穌說, 誰若認識父親和母親, 便會被稱為娼妓的閒子。 父親和母親, 其實是指天父地母。 耶穌將猶太人信奉的上帝, 稱為天父, 其實已經是當時猶太教宗教權威所不能容忍。 而這個全能的神, 還有女性的形象, 在當時女性的地位是極低的。 女性只能與罪人相提並論。 如果全能的主宰, 被稱為每個人靈性的父母, 這就是得罪很多宗教權威。 故此, 將上帝作為父母的觀點去看, 肯定在耶穌時代, 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但是, 其實這種將上帝視為天父地母的概念, 沒有被列入新約聖經的資料裡, 真的有這個看法。 根據四福音記載, 耶穌是從聖靈感印而生。 瑪利亞以處女精烈的身, 將耶穌生下來。 故此耶穌真正的母親, 其實是聖靈。 有關聖靈就是母親的觀點, 呂世宗教授在他的著作, 《耶穌靈道語錄多瑪斯福音》 是這麼說的。 聖靈在閃逐語系裡, 是一個陰性的名字。 稱聖靈為母, 雖然不是基督教會的傳統, 但在古文件裡, 教父所引用的希伯來人福音裡, 這就是由耶穌自己說出來的。 如果稱天父, 天主或上主為父, 而稱聖靈為母, 是一種親密靈性關係的稱呼, 這是非常合適的。 在西元三百年間, 西元三百二十五年和三百八十一年, 定案的基督宗教基管信道, 或稱為信經裡說過, 聖靈是賦予生命者。 即是聖靈, 好像一個母親一樣, 是孕育萬物的。 在《道德經》第一章, 他也這麼說, 無,明,天地之之, 有,明,萬物之,無。 他也將那種孕育萬物的道, 比喻為母親的形象。 希伯來文的《靈》, 屬於陰性的字, 具有吹氣和風的意思。 在《創世紀》兩章七節中, 上主創造人時, 吹了一口氣, 在阿當的念上。 耶穌復活後, 向門徒吹了一口氣, 並且說, 你們領受聖靈罷。 可參見《約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節。 而在《警教傳入中國》的文獻中, 而《警教》是甚麼宗教呢? 各位如果有聽我之前的兩個節目, 我有介紹過《警教》是怎樣來的。 《警教傳入中國》, 古人將聖靈列為盧鵝, 意思是良風, 或者是靜風, 這就是因為聖靈, 在希伯來文原文, 其實是良風, 或者是靜風的意思。 而這個良風, 這個靜風, 它是一個母性的形象。 因為它的名詞是用陰性的名詞。 在《多瑪福音》第一百一十二章, 這樣記載, 耶穌說, 依賴靈魂的肉體又和了, 依賴肉體的靈魂又和了。 在這裏, 耶穌說出, 我們的肉體和靈魂, 都不是我們真正的我, 不是我們真正的永恆的我, 我們真正永恆的我, 在凡文稱為atma, 即是我們的神我, 或者真正的我, 在不同的宗教, 是有不同的稱呼的。 而這才是我們內在永恆神聖的所在。 在佛教稱為佛聖, 即是你要發現你自己一個永恆的佛聖。 一個覺醒的人, 他就能達到永恆, 他有永恆的價值和意義, 他的精神能夠主宰他的生命。 沒有發現真我的人, 無論他是體重自己的身體, 還是短暫變化不定的思想情感, 這些都是肉身在這個世界中, 過眼雲煙的生活, 是不會帶給他任何永恆的價值和意義的。 所以耶穌在這裏這樣說, 依賴靈魂的肉體, 或者依賴肉體的靈魂, 兩者都是有和的。 接著我再講, 多瑪福音的第十三章。 在這裏, 第十三章是怎樣說呢? 耶穌向他的跟隨者說, 把我和其他事物相比, 告訴我,我像什麼。 西門彼得向他說, 你就像一個公義的天使。 馬泰向他說, 你就像一個聰明的哲學家。 多瑪對他說, 師父, 我的口完全不能承受我所表達, 說出理像什麼。 耶穌說, 我不是你的師父, 因為你已喝醉了, 你已從我所看管的 鑽鑽泉水裡徒醉起來。 跟著耶穌帶他退下, 向他說了。 三段說, 當多瑪回來, 他的伙伴問他說, 耶穌對你說了什麼話? 多瑪向他喚說, 若我把他對我說的其中一樣告訴你們, 你們會拿石頭來摘我, 火焰會從石頭移出, 把你們消滅。 從第十三節耶穌的說話, 我們可以知道, 耶穌有一些隱蔽的教導, 一般人是難以明白的。 甚至在十二門徒裡, 都不是每個門徒都明白的。 而多瑪在這裡看到, 他明白耶穌一些深層次的教導。 而在其他福音書裡面, 亦有相似的說話, 在巴多羅馬福音, 巴多羅馬也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 他曾經向末大拉馬利亞請教, 因為末大拉馬利亞也是耶穌寵愛的信徒。 剛才所提到的馬利亞福音, 就是末大拉馬利亞的信徒。 也曾經向末大拉馬利亞教授隱蔽的教導, 而巴多羅馬問末大拉馬利亞如何理解耶穌的隱蔽教導。 而馬利亞的答福和多瑪在這裡很相似。 馬利亞對他這樣說, 你們真的要問我這個奧秘媽, 如果我開始告訴你們, 就會有火從我口中發出來, 並且燒毀整個世界。 在這裡看到, 真知派可能是擁有耶穌所教導的隱蔽知識。 可惜在過往歷史上, 沒有現代社會的客觀利性空間, 讓真知派自由發展。 所以, 真知派的很多文獻都被摧毀, 或封禁, 而不能公諸於世, 甚至乎今天所遺留的經卷, 都是殘缺不存的。 各位如果對於多瑪福音有興趣, 想認識更多的, 可以瀏覽我在網上出的書, 網頁是電書潮代, 那本書是《多瑪福音與多瑪行傳》。 大家可以購買電子版的書, 或者紙本的書。 電子版的書是很便宜的, 十元八塊已經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看。 如果大家聽到今天的節目, 對於多瑪福音有興趣的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在電書潮代, 看我的著作, 就是《多瑪福音與多瑪行傳》。 我主要是把《多瑪福音》和《多瑪行傳》的經文, 翻譯屬於中文, 以及由我自己的解釋。 而下一集的《世界各宗教漫談》, 我會介紹《多瑪行傳》。 多謝各位收聽。 《多瑪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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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瑪行傳》。